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不一样 也许它们不呼吸 也不是探机生物 但是我觉得数学是一样的 它们也会有高度抽象的圆 抛物线 正方形 如果宇宙有一种通用的语言 那一定是数学 数语型是数学中两个最古老的 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对象 数学研究的就是数和型的关系 所谓变分无限 万品流行 数学的美 无处不在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 班主任问我 对经济金融感兴趣吗 我说感兴趣啊 它们又问我 想学计算机吗 我说想啊 老师说 既然什么都想学 不妨考虑数学 学好数学 从航空航天到金融经济 从爆炸的模拟计算到基因序列的破解 你都是能把实际问题转发成目标函数的人 手握数学这把钥匙 无数大门等待你的开启 在树院 整个世界都是你的演算稿 前两年 大家上的都是一样的基础课 后两年分专业 无论你是想要探索真理无穷 还是更想学以致用 都可以自己选择 你可以在小班讨论课上和同学们画山论剑 在派对里来一场圆形数读百人大趴 还可以时常和菲尔茨奖得主 顶尖数学家面对面 学有余力的话 你可以加入拔尖人才计划 提前领略数学前沿是怎样的风景 还可以申请学院的三加X计划 在导师的一对一指导下 提前学习研究生的课程 真的热爱数学的人 会发现数学是很浪漫的 我对你的心就像指数还数 经历无数次求导的坎林 永不改变 有科学家研究滩流现象 将梵高的星空做了数字化处理 测量任意两个像素之间的光强改变 发现像素兼具曲线高度负荷 和科尔摩格洛夫威尺度公式 即使艺术又是数学 真的是太美妙了 从事科学研究有三种手段 理论、实验和计算 数学人的梦想不只在星空之上 也在社会之中 将统计与计算、模型和算法 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在高纸演算计算机模拟的方寸之间 就能映射出整个社会运行的过去和未来 我是学计算数学的 计算数学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精细的模拟 比如航天器回收时候的路径 天气下周是晴是音 爆炸的效果都是可以提前算出来的 大三开始 我选择了金融数学方向 毕业后打算跟随师兄师姐的步伐 去深海高金或者美国的金融工程专业继续深造 数据科学是利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 从海量数据中体验有用的信息 帮助我们做出决策 我最感兴趣的点就是用数学的方法 帮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智能 从智能交通到医学诊断 从空气污染到金融经济的变化过程 统计学就是在随机事件中寻找规律 在立体又多变的数据中 寻找这个世界隐藏着的秘密 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就是数学界的武林大会 我和基础数学方向的小伙伴 有兴趣巴西亲身体验了一番 整整两个星期 都是现在最前沿的报告 做报告的12位华人数学家 有八位都是北达学长 见到北达数学黄金一代的代表 真的是太激动了 罗素说数学不但拥有真理 还拥有至高的美 我想说它还是一个足够开阔的框架 无论是前沿的自然科学 今世致用的社会科学 还是风口浪尖上的信息科学 在这个框架内都可以各自精彩 我很庆幸在这里遇见数学 遇见了很多有趣的灵魂 学会了真正用数学的眼睛 数学的思维看这个世界 和小伙伴一起指点江山 从此江湖不再孤独 历经百年 北达数学必将在星层大海的征程中 续写新的光荣与梦想 宇宙之大 数学之美 愿你能够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